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原型蛋仔 它拥有五个基础技能 在右小角分别是跳跃 滚动 前扑 便大和举起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这五个基础技能对蛋仔很重要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身上 还有隐藏第六个技能 如果没有这第六个技能核心技能 蛋仔将会直接瘫痪 哪里也不能去 你们难道不好奇 蛋仔被隐藏起来的第六个技能 究竟是什么吗 小伙伴们 如果你的蛋仔 也拥有右下角的五个基础技能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每一个基础技能 都有自己的用处 当我们点击变巨大化以后 此时的蛋仔就会瞬间变大 此时比普通蛋仔足足大了三倍 并且当我们点击基础技能 巨大化上方的举起技能以后 蛋仔就会把蛋仔岛上的蛋仔 直接举起在自己头顶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身上隐藏的 第六个技能是什么 以地这五个基础技能都要重要 失去他蛋仔 将会直接瘫痪的 这第六个技能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 发现了隐藏的第六个技能 就是左下角 可以控制蛋仔前进后退 勤走的方向键 如果把第六个技能方向键 从蛋仔的身上删除掉 蛋仔将会直接瘫痪 他就只能站在原地哪里也去不了 以五个基础技能更重要 没有第六个技能 蛋仔会瘫痪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